又一条 又一条 各位兄弟姐妹们 又出来搞鱼了 现在可是一大晚上 今天钓了一天 也没有钓到咱们三斤大鲤鱼 所以今天晚上 咱们接着来盘 今天晚上来小河钩钓 听说我身后这个位置 它是有很多两三斤的鲤鱼 所以咱们今天来试一下夜钓 看一下能不能盘到 为了这个三斤大鲤鱼 我可是够拼了 今天钓了一天没钓到 我今晚接着再来 老规矩 咱们先开饵料 二代鲤一杯 这个918 也是一杯 然后加九米 搞里头 最后加玉米沾粉 搅拌一下 两杯饵料 一杯水 快速搅拌均匀 静置三分钟 饵料已经开好了 咱们马上开搞 用了个小钩子 一号的千右钩这样 咱们大小兼顾 避免大晚上的出来 还是空军 要是钓不太大鱼 咱们顺便钓点小鱼 也不至于空军 钢子还是2米1的小鸡干 轻轻一抛就可以 因为这种地方水面不宽 可能就10米这样宽度吧 反正是小河沟 就没必要用力抛了 杆子已经抛下去了啊 就抛三根可以了 小河沟没有太多地方操作 所以三根已经足够了 就看一下他们的情报 准不准 蒸不蒸啊 说这里的鲤鱼两三斤垂变稿 我就信了 大晚上都出来 就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能不能钓到啊 来了哦 蛋应该不大 应该是个小鲤子 小鲤子 小鲤子小鲤子 第一条啊 这么小 修好的两三斤呢 来了 吃根杆子 小动作 终于终于 应该也是鲤鱼吧 有手感哦 穿到边上了 穿到边上了 不大 又是一个小鲤鲤 又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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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也不大 怎么都是这种货色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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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抽的好有树干啊 一玩手机他就来鱼啊 钩子用小了 不用怀疑啊 不用怀疑 肯定是我这个一号牵右钩小了 但是用大钩 我又怕钓不到鱼 哎哟没有口了 他就上那么三条鱼 他就一动不动了 咱们给他换一下耳料啊 没口的时候 咱们一个小时这样换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耳料 那是没口 其实在水上待一两个小时 它还是有耳料的 你们看吧 我在水里待了这么久 弹簧上还是有耳料的啊 虽然不多 但还是有的 咱们换多一点下去 看一下他吃不起 撈了一条裸飞 它从我面前经过 逮它不住了 一条小螺飞 看它快不行了 还是把它放回去吧 满身伤痕了 给我看看 放了放了 都不上鱼了 马上就11点了 不掉了啊 收工 心累啊 今天早上8点钟 钓到下午5点 然后回去吃个饭 出来又钓到现在11点 还是没钓到三斤的大鲤鱼 心累心累 非常的累 收了吧 没一钓的 又是没钓到咱们三斤大鲤鱼的目标啊 超网又是开了个寂寞 咱们明天接着再盘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又是三条小鲤鱼结束了一天 这个地方也非常山卡拉啊 小车它是进不来的 今天晚上我是开电车来的 只有电车能进来 小车是进不来 因为这些都是山路 很小的一个路 要要几个山才能出去 回家都要几个小时这样 赶紧走了 回到家都是二点多 明天还要早起来钓大鱼 所以咱们时间紧迫 赶紧回家早点休息 明天接着再站了 今晚没希望了 看一下今晚的收获 就三个小卡拉米了 就前面刚来的时候 一下就上了三个 然后后面一口都没有 把它放了吧 太小了 走吧走吧 开起来 最后给你们看一下 这种三卡拉的环境 非常三卡拉 所以我是开的小店里出来的 一车满满的装备 你们看这些地方 可不够三卡拉 全是这种小路 大切是进不来 下面就是小河沟了 赶紧跑路 黑不溜秋的 最后来欣赏一下音乐 感谢各位粉丝 一直以来的陪伴 咱们明天再见 晚安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